杨子开庭现场实验经营律师 有二搭肖战或李献谭总与积极争取 作为演艺圈的90后顶流小花旦 杨子在场相思之后工作安排备受关注 业内传出 杨子主要递了三个大制作本子 分别是《苍穹之北》 《高兴》和《开庭现场》 还有不少国偶戏都推了 因为杨子目前的存货已经有两部IP国偶剧 他暂时不会再接古装了 现在手头上的现代剧是他个人的首选 《苍穹之北》是讲述了一群科学家的故事 从青年演到中年 剧本是挺不错的 非常正能量肯定能上心 最早是找杨子 但是档期不合适就推了 没想到这部剧几个月也没筹备好 现在档期也有了 而男主谈了不少小声 包括张欣张欣诚的明星 现在这部剧筹备差不多 但演员都没有听下来 杨子之后的剧方又接触了李一彤 没想到还是没谈下来 兜兜转转又回到了杨子手中 但她的意向并不太大 好像张欣欣对这部戏很意向 高兴是贾嫖的获奖小说 现在定了张嘉义 妮妮和郭涛 这部讲述了土地变迁后 陕西农民进城打工的故事 有点类似于陕海情 但是这部剧需要全部说陕北方言 对杨子来说有一点难度 圈的一线女行也打听过了 但想要接下来的并不多 男主好像定了是白宇 但这部剧最后估计是全是陕西的演员 杨子可能不会考虑 虽然这部剧很有可能重讲 但是方言加上农村戏 明显是当地女演员更合适 圈内陕西的女演员也不少 杨子开庭现场实演精英律师 有二单肖战和李宪 谈总与积极争取 现在开庭现场算是一个不错的资源 也算是企业的项目 而且上新的可能很大 剧中的男女主都是精英律师 是一部职场剧 作为上岸题材 开庭现场算是2023年最热门的法律题材 里面还有不少法律的知识 开庭现场由于布局和服装成本低 已经打算双流量了 局方又打算李宪和杨子二搭 另外奇恶也很看好肖战 现在男主估计是李宪和肖战二选一 只要看谁的档期有空 杨子现在场相思之后就有了档期 他现在还没有谈心的戏约 作为抗拒能力强的演员 不少本子也递了上来 杨子下一步肯定不是古装了 开庭现场是讲了党法官的 沈谢智因为失去了工作 到基层法院家事厅 与女律师秦瑞误打误撞产生了感情 由于回避制度 秦瑞为爱放弃了律师工作 后来还是因为前途分手 秦瑞继续成为了律师 最终双方因为工作相遇了 杨子开庭现场饰演精英律师 有二搭理线或肖战 谭松玉积极争取 男主是一个事业心强很争议的人 情感方面十分含蓄 女律师秦瑞是一个坚守底线的行驶带女性 两人既相像又不同 导演费真详 曾经的作品用老炮和古董局中局 最近还有拍阅明版的《龙林石窟》 这部戏预计在八月到九月开机 网播的平台是企鹅 上星可能在东方 现在的情况是 李星的档期是最合适的 他拍完有风的地方就能入组 肖战现在的空档期 但是已经坦定了 《脚羊伴我》这部都市剧 从时间来看好像时间有一点紧 一般都市剧拍摄周期都在两到三个月 杨子的情况是 长相思等收尾估计也要一段时间 而积极争取的坦松与档期是合适的 剧组必须考虑这个档期问题 其实四位演员都到了30岁大关 都面临了转型的问题 像律师这一类的职场剧 其实对于转型挺有帮助的 杨子开庭现场实验精英律师 由二搭肖战或李献 坦松与积极争取 杨子的女行律师也得到了权内的认可 这一类的职场剧还挺适合她的 肖战手上的本子多 将要办法还没有公开 但似乎谈了八九成了 2023年会有更多职场剧成为热门 更关注于普通行业的人生百态 这一类的聚好过审 而且受众群更大 也容易上心 我们还是今后官宣吧 杨子与肖战两个人戏里戏外都是戏 真真假假让观众们都难以分清楚了 那么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甜蜜的亲密照 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杨子跟肖战真的在一起了吗 杨子跟肖战那么般配 他们到底是不是情侣呢 我相信很多粉丝朋友们都有这样的疑问 杨子和肖战两个人在剧中流露出的真感情 难道真的只是因为演技好吗 如果不是彼此有好感 能演出那种连观众隔着屏幕 都能感受到的幸福感吗 不得不说 余生请多指教 这部戏的戏剧虽然老套 但是观众越看越上头 主要还是因为都喜欢看杨子跟肖战 他们两个人的眼睛是真的好 把观众都带入了角色感同身上 甚至一度希望他们假戏真做 在一起在一起 杨子与肖战双方批谣称 只是朋友关系 杨子主动晒出与肖战的一些亲密合照 就在大家以为杨子和肖战 一事官宣恋情的时候 两人很快就出来批谣 说两人只是普通的合作伙伴关系 是好兄弟情义 并非外界传言那样恋人关系 而杨子传出的这些与肖战的亲密合照 也不过是余生请多者将剧中所拍摄的一些照片 后来两人之间的种种迹象表明 杨子与肖战的确不是恋人关系 至于两人私底下的甜蜜互动和平文接触 也仅尽只是剧情需要 从而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而已 看到这里 您相信杨子与肖战只是好朋友关系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说出您的看法 杨子在播的真相如械可谓是一波三折 这批人闹出丑闻男主变男儿原配变小三 能让杨子不顾前程 都要摆烂瞎背的作品 陈香如蟹怕是头一个 陈香如蟹算是最近争议最大的一部剧了 在开幕前就被书粉吐槽魔盖 该剧布了捧红成衣 甚至不惜将男主和男儿兑换 一个是女主莫名其妙 暗生了千年的姻缘帝君 一个是陪伴了女主几十年的余妖 余末 真正和时在一起应该很明确 却应是将男儿掰成了男主 虽说杨子凭借在香米中的演技大放异彩 让自己也收获了大量的人气 但在这部剧中 却被吐槽演技浮夸大大烈烈 将女主的活跃表现得太可以 再加上不合适的滤镜 一点没有将杨子的优势表现出来 而相对于站在一起的孟子艺 却要比杨子更加鲜艳 甚至还是玩偶吐槽被孟子艺艳压 在男女主对戏时 也是一个演的敷衍 给人的感觉像是在完成任务 真的是杨子演技瞎滑 还是对这部剧剧情无奈 而就在杨子被吐槽上热搜时 随着肖镇也恐将了热搜 转引了玩偶的注意 肖镇和杨子在与生派之后 关系就非常不错 这次跟身帮杨子拉出了泥潭 虽然有玩偶说是巧合 但也还是有不少观众 现在两人能再次合作 很多人都知道如今是杨子的转型期 但为何他还是接下了 这部备受整一的线下剧 这估计是杨子拍的最别屈的一部剧了 杨子竟然遭受了几乎无辱的对待 要知道陈湘如蟹在选角时 杨子虽然明确拒绝了出演 但在剧方遭受景天白露等人的拒绝后 还是逼迫杨子结香了这部剧 欢瑞当初买下这部剧 就是为了捧红自家的艺人 因此联合某库投资这部剧 还提出让大流量演员出演 而欢瑞如今流量一解某国杨子 杨子有很多部剧依旧非常受欢迎 因此他出演一定会给这部剧拉来人气 但杨子已经拍了《祥密》这部线下剧 如果再拍陈湘 对他的转型并没有帮助 其实杨子已经接下了心想事成的剧本 这部剧不仅是一个争务剧 对杨子的转型也有很大的帮助 但我与杨子之间欠向了公司一部剧 而他的很多剧也在优酷赌博 据坊间传闻杨子如果拒绝出演 很大有可能会被资本方放出黑料 或者被可口资源 所以即便粉丝非常抵制杨子出演 但杨子在娱乐圈摸爬滚打这么多年 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努力和粉丝的支持 因此还是无奈结下了这部剧 这也恰恰表明了杨子背后并没有知识 不仅如此 在定下的角色后杨子还被疯狂引销 只要这部剧热度被降 杨子就被顶上去吸引人气提高热度 因此杨子的粉丝也是非常气愤 而对于试验男主的诚意 却在接连换了几个女主后 依然丝毫不动 这中间到底有什么内幕 弄走景天 删减杨子吸吻诚意背后究竟是哪位大佬 有传言诚意直接顶替了任嘉伦 采逼得任嘉伦出揍 现在的任嘉伦虽然合约还在欢瑞 但是已经成立了工作室 和欢瑞也仅仅是挂靠关系而已 有什么觉得呢 欢迎留言评论